喜歡LS的教材記得訂閱開鈴鐺 還有到LS的網站捐款支持喔 本節目由LIS情境科學教材製作 感謝大科學計畫每一個支持者贊助博主 這不是史蒂文師嗎 你怎麼這麼孤單一個人坐在這裡啊 沒有啦就一個人想一點事情 哇欸不會吧 你可是我們的正妹之優生耶 連摩根教授都說 你是他教過最優秀的學生的 有什麼事拿得到你的啊 也不止學業上的事啊 不好意思我還有事那我先 啊不然不然這樣吧 我們等一下喝個咖啡啊對不對 你有問題那我們就一起討論啊 我真的還有事 啊沒關係 請你放開我 我要走了 我去就不去啊 宅什麼啊 看著行李才約你了好不好 急著來裝純潔 我純不純潔不怪你的事吧 再見 會毒豬了不起啊 我還以為你的成績是不是靠一些 女性的先天優勢換來的咧 請進 哇你怎麼了啊看起來心情不是很容易嗎 沒事我已經開始習慣了 啊習慣壞事情可不是個好習慣 好啦說正式吧 嗯 你的博士論文很棒 所以恭喜你 你即將畢業了 不過 這 不過 這也代表我沒有辦法再繼續申請助學獎學金了 不過我以獨立研究員的身分留在學校 他們也不會支付我薪水 原因就在於 我是你的 我其實也覺得這件事情學校制度非常非常不合理 但 我畢竟也只是一個科做教授 我沒有辦法應長上手決定 你明明做的都是一樣的事情 卻只有男性有薪水 所以說 如果你想要繼續做科學研究 第一條路就去當男性研究員的助手 就像我上次跟你說的 你可以來我實驗室 我不會干涉你的主題 偶爾幫我一點小忙就好了 謝謝你摩根教授 可是我不想要讓人家覺得 女性終究只能靠男性 所以 我要選擇第二條路 所以 你是想要自己提出一個研究計畫 去跟學校生研究基金嗎 這可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那 你要研究什麼 明明機率相同卻不平等的 女人的原罪 性別 哇 你看起來真的很氣 很難不生氣吧 不過 我也不是單純的賭氣啦 我最近很仔細的 閱讀了孟德爾的遺傳學說 所以對性別的產生 也有一些想法 孟德爾的遺傳法則 我個人是覺得參考就好了 因為 對啊 很多人重複他研究單都做不出來 就算有 其實有在職務上面 所以 我覺得就 但總而言之 我覺得這個主題應該大到 可以申請研究經費 所以我一定要借這個機會證明 在自然界當中 性別是平等的 史蒂文斯在遺傳學教授摩根的指導下 對染色體和遺傳的研究 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在研究的過程中 意外在孟德爾的文章裡發現 他針對社會上男生和女生的人數 接近1比1的現象猜想 性別應該是由一組相同 跟一組相異的遺傳因子所控制 而且跟顯影性無關 像是 男生是圈叉 女生是圈圈 這樣交配後 圈叉跟圈圈這兩種結果的比例 剛好是1比1 也就代表 性別應該也是受成對 遺傳因子控制的特徵之一 孟德爾的這個想法 讓史蒂文斯回想起以前讀過 染色體遺傳學說 提到遺傳因子應該就是染色體 這讓史蒂文斯猜想 該不會影響性別的遺傳因子 就是某一對染色體吧 為了證明這件事 他開始研究各種生物的染色體 想要看到染色體影響性別的證據 不行 不行 好不容易說服那些人 成功以史上第一個女性的身分 申請到研究基金了 我一定要拿出成果來才可以 下一分 下一分 這個是 雄性的黃粉蟲 嗯 為什麼一條染色體特別短啊 那雌性的呢 雌性的二十條就是正常的 難道啊 難道你即將滾回老家 做一件女人該做的事了嗎 我想是的 阿民 來這裡做什麼 我來傳達學校的行政命令了 很抱歉 你即將沒辦法使用這間實驗室 史蒂文斯女士 我不能使用 為什麼 可是其他人不是也免費 在使用實驗室嗎 誰跟你免費啊 其他人是有幾星的研究人員 他們的使用費啊 已經從薪水裡面扣除了 可是你又沒有繳錢 當然不能讓你白用喔 開什麼玩笑 明明做都是一樣的事情耶 光心我是女性 就沒有薪水這件事情 我都已經忍了 你現在竟然還有我繳錢 不了啦 反正你也不是不知道用什麼手段 升級到研究基金了嗎 裝什麼窮啊 這兩回事吧 你們發薪水的時候不平等 現在要繳錢才跟我談平等 太荒謬了 荒謬 你原想搞科學才荒謬嗎 我告訴你啊 我老爸是笑的 今天只要我想 不要說實驗室了 你的廁所都進不去 你 但我也不是那麼不講道理的人啦 這樣子吧 給個面子 禮拜晚上一起吃頓飯 那我就正義之夜 第一次夜怎麼樣 你喔 身為一個女生 脾氣這麼硬 當心嫁不出去啦 女人啊 讀什麼書 找個好男人嫁不就得了嘛 男人啊 以天下為家 女人就以家為天下了嘛 女兒啊 想做什麼就去做 我一個希望 就是你能夠堅持自己的選擇 不要被個性別給限制住了 拿去 你做什麼 神醫師拿去 要跟你這種一事無成的魯蛇 人生唯悠有感 來自性別的廢物吃飯 想著沒 這 我可是 可是什麼 你笑懂的兒子 撇除掉你老爸 撇除掉生理結構的不同 你說得出任何一件你做得到 而我做不到的事嗎 我 靠爸再給你 讓開 三小 教授 就我先事 注意安全 我用完了 太快了吧 金子磁光物啊 觀察到熊黃粉蟲的染色體 在減數分裂 產生精子時 會有一半的精子 拿到那一條短的 和九條長的 另一半的精子 則是拿到十條長的 而雌性的卵子 則都是十條長的 每當帶有短染色體的精子 跟卵結合後 受精卵就一定會發育成熊性 如果都是長染色體的精子 與卵結合 就一定會發育成雌性 於是史蒂文斯認為 這一條短染色體 就是控制性別的關鍵 這時他想到他曾看過 德國科學家韓肯的論文 其中提到 某些昆蟲在產生精子的時候 會有一半的精子 比另一半多出一條染色體 而韓肯因為不知道 這條染色體有什麼功能 所以稱這條神秘的染色體 為X染色體 而這條神秘的染色體 也啟發了史蒂文斯 看起來X染色體 跟你的研究蠻有關係的 是 這類昆蟲如果拿到X染色體 就會發育成雌性 沒有的話就會是熊性 不過依據染色體 是成對的存在 所以看起來應該不是 雌性的多了一條 而是熊性的少了一條 是 所以我認為控制性別的染色體 至少有兩種系統 一種就是韓肯觀察到的 雌性會拿到兩條X染色體 雄性則少一條 我打算把這種性別遺傳系統 命名為X0系統 所以看起來另外一種 就是你這次觀察到的 雌性一樣是XX 而雄性是一條X加上一條短的染色體 沒錯 所以順著這個邏輯 把那條短的染色體 命名為Y染色體 也就是雄性的性染色體組合 是XY 所以在製造精子的時候 會有一半的精子 有X染色體 一半有Y染色體 也就是說 小孩的性別 單純就是看卵子 結合的是哪一種精子而已 你做到了 蛤 你做到了 你成功靠準你自己的堅持 還有努力 突破整個社會的壓迫 你成功地找到性別平等的科學工具 你心裡了不起的科學家 辛苦你了 我 我做到了嗎 是的 我做到了 很高興 今天有機會 來當這場發表會的演員 因為今天這場發表會 它不是一般的發表會 而是二般的發表會 好 好的 這個我感受到各位的這個澎湃的熱情 我再不下台啊 感覺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 容我向各位介紹 第一位 以獎者身份 登上這個獎台的女性 而她 也是我最以為要的學生 內地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想 人的一生當中 或多或少 都會聽到一些聲音 去要求你成為一個好男人 或是好女人 但是 經過我的研究 我發現 性別這個東西 不過就像蔡硬幣那樣的隨機而已 不管出來的結果 是正面 或是反面 都不會去影響 正面硬幣的價值 一個人想做的 能做的 該做的事 都應該只關乎她的內心 而非勝利結構 因此 我誠心的期許 從這一刻開始 我們能重新審視自己 問問自己 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然後 成為更好的人 來 哎呀 此地紋色論文 實在是 每個沒記 可視頻 稍等